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婚姻是美丽而神圣的,每对夫妇都应该忠诚于婚姻,认真对待来之不易的感情,不要践踏另一半的爱和信任。 忠于婚姻是你对自己和你的伴侣的尊重。 离婚之后,我就被前夫给赶出了家门,无依无靠的我和女儿相依为命。 在我搬家的时候,婆婆突然在我的包里面栽进了一个东西,我看完之后,瞬间就崩溃了,就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 我真的没想到,我都已经离婚了,婆婆还这样对我。 那么婆婆到底给了我什么呢?我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? 接下来,志恒就用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一下。 我和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。 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,我并没有被他吸引,甚至我有点觉得,这个人长得不太好看,脾气也不好。 但是,我爸妈就一直劝我不要那么挑剔,让我和他一直联系。 后来我慢慢地就发现,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嘴巴说话不好听,但是还是挺善良的,而且他对我也非常的关心。 最重要的是,他这个人非常的上进。 他是单亲家庭,从小跟着妈妈长大的。 他爸爸在他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。 但是,他爸爸当时在干活的时候受了伤,所以也赔偿了很多的金额。 他们之后,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房子,也是为了老公以后娶媳妇用。 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,我只要了六万的彩礼。 因为我觉得,婆婆一个人很不容易,婆婆对我也非常的好,有什么好吃的,好喝的,都会先想着我。 我们没有婆媳矛盾。 我和前夫结婚十年,有一个九岁的女儿。 本来以为婚后的日子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,但是天真的我,还是没有躲过离婚的结局。 在我们刚刚结婚的那几年还好,老公对我也非常的好。 但是自从有了女儿之后,他对我的态度就有点冷淡了。 再到后来,因为一些小事,就对我大吼大叫。 也许是生活中的小事太多了,积累到现在。 我们的关系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 直到今年的时候,我们吵架的次数更是多了起来,最后导致我们的感情彻底破碎了。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 就向他提出了离婚,他仿佛就等着我开口一样,完全没有挽留的意思。 我们最后商量好协议。 离婚之后,孩子归我,房子归他。 因为这个房子是公共生前买的,写的也是他的名字。 但是离婚之前,我和前夫也商量好了。 直到我安顿好一切之前,我和女儿还是继续住在这个家里面。 对于这件事情,他也是答应的,所以我才签字离婚的。 之所以有这个请求,是因为我结婚之后,根本就没有上过班,过成了一个家庭妇女。 离婚之后,我和我女儿吃饭都成了一个问题。 过了好久,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 因为我还要考虑女儿的上下学,所以一时半会儿,找不到最合适的工作。 最后实在没办法,我暂时找了一份服务员这个工作,维持我和女儿的生活。 本来以为,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,还有一个女儿,前夫对我会有一点感情的,应该不会把我给赶出去。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和女儿在家里只住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前夫就要来和我要房子了。 他说,他马上要结婚了,还命令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搬出去。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,他会那么快结婚。 我更没有想到,他是那样狠心的把我们赶走。 既然他要结婚,我就跟他说,现在经济情况有限,没有多余的钱去租房子。 我就想让他帮帮我和孩子,先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,房租暂时由他来付。 等我有了能力之后,就自己付,但是他不答应,直接把我和孩子赶了出去。 我和女儿被赶出去之后,因为没有地方住,就去找了婆婆。 婆婆比较善良,他就让我们住在他家的老房子里面。 结婚之后,婆婆一直在帮衬着我,他见到我们母女俩落难了,他就让我们俩住下了。 他说,我们离婚都是前夫的不对,还让我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 在婆婆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前夫就又来了。 他看到我和女儿住在这儿,就非常的鄙视我,还跟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 然后,就开始跟婆婆要钱,就说自己要结婚了,想要换一辆车。 婆婆就跟他说,没钱给他。 但他逼着婆婆,卖掉婆婆的老房子,让婆婆跟他们一起住。 婆婆不同意,说自己跟老院子住了很多年,已经有了感情。 但是前夫就开始耍脾气。 他说,现在的女友已经怀孕了,而且很快生孩子了。 最重要的是一个男孩。 婆婆如果想让家里没后的话,他就不让女友生孩子了。 婆婆听到这个女孩怀孕之后,立马答应卖了房子。 那一刻,我心里面彻底的凉透了。 我们刚离婚还不到三个月,前夫就和外面的女人生孩子了。 原来前夫早就背着我和现在的女友好了,而婆婆也为了孙子答应卖掉房子,去给前夫换车。 原来他们才是一家人。 婆婆和其他人其实都一样,都是重男轻女的。 我对他们家彻底绝望了,就想着,以后自己靠自己。 我忍着眼泪,带着女儿往外走。 这个时候,婆婆跑过来,往我的背包里面放了一些吃的东西。 她还叮嘱我,让我先找一个租的地方住下。 我觉得,她就是虚情假意的,所以也没有跟她说话,扭头就走了。 后来我带着孩子找了一个旅馆,暂时住下了。 晚上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,突然就看到,婆婆放到包里面,除了这些吃的之外,还有一个塑料袋。 里面还包裹着一个什么东西。 等我打开之后,我立马就崩溃大哭了。 因为这里面,居然是一张银行卡。 塑料袋里面还有张纸,写着密码。 我赶紧去银行一看,里面竟然有二十万。 这一刻,我突然就明白了,婆婆是故意把银行卡交给我的。 我误会婆婆了,感觉我这段失败的婚姻里面,终于有了一丝丝的温暖。 而这一丝温暖,居然是婆婆带给我的。 我不知道是心酸还是感动,不知不觉的就流下了眼泪。 上面的故事,是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。 志恒觉得,婆婆也有自己的苦衷。 虽然说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对,但是毕竟是自己亲生的,也不能和儿子断绝关系。 不过,婆婆心里面还是非常认可儿媳妇的。 要不然,也不会在他们离婚之后收留她,甚至还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部留给她。 在离婚之前,一定要好好地考虑清楚。 很多时候,离婚不仅仅是代表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了,甚至是给儿女和父母也会带来影响。 婚姻不是儿戏,男女都要足够重视婚姻,终于婚姻。 结婚后最怕遇到三心二意的伴侣,不仅会伤害自己,还会伤害几个家庭。 大家觉得,婆婆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? 如果是你,你会不会偷偷地把钱给自己儿媳妇呢?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,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乱或计划、志恒相约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来这篇文章。 感谢观看